大魏读书人第601集 许清潇语气无比笃定 而六部尚书听到这话不由则舌呀 连女人都用上了 这可有些破天荒啊 单看着许清潇这般笃定的目光 六位尚书没再多说 你继续说 许清潇随即目光望向了兵部尚书周延 聚嫌之后第二部便是兵部的事了 此战所有将士基于五倍抚恤金 同时靠上三军 绝不含糊 以正大魏军心 而后麒麟军天子军玄武军 改善伙势 住宿环境 拨款迁走各地军营演武场 进行高强度训练 并且大魏阔军两营 我会跟陛下请指 三代参军者 三代子孙后代读书入朝 优先录取 将士退役 优享各类优先待遇 其三代子孙尚却费用 皆由大魏子主 直至成年 大魏五大兵营 天子军 麒麟军 大荒军 玄武军 还剩最后一个北梁军 五大兵营是大魏的根基 但其中大荒军 北梁军可不属女帝 哪怕玄武军 也是女帝通过代价和办法得回来的 女帝登基之时掌握的也就只有天子兵符 麒麟军是怀迎亲王主动上交而来 而大荒军只交了一半 剩下一半交不交 这是女帝和玄武兵符之间的交易了 运气好点啊 掌握玄武军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北梁军了 不管北梁军愿不愿意归降朝廷 许清宵都需要扩军增兵 再扩两军 人数按照七塌五营标准 一百万一营 如此一来的话 等同于给女帝增加了筹码 大魏国库有四百万万两白银 不拿去扩充军营 这不是开玩笑吗 而六部尚书瞬间战经呢 扩军他们理解 增加人手嘛 但改善伙食住宿 并且三代当兵 三代儿孙上学 借由大魏自主 这就有点可怕了 这得花多少银子呀 这要是说出去 两百万将士随随便便招进来呀 兵部尚书周延还没等说话 顾延先开口了 这预算未免有些大吧 一百万人 一年军费一千万两 这是基本的军费 然而 如若改善伙食和住宿等等费用 百万大军 一年至少需要五千万两白银 两百万大军便是一万万两白银 这还仅仅只是新军 天子军 麒麟军 玄武军 此三军也要得到相应提升 不可能只照顾新兵 不照顾老兵啊 如此一来的话 一年 接近三万万两军费 这 未免有些多了吧 顾延呢 不是不同意许清晓 而是一年将近三万万两军费 现在是扛得住 因为国库有四百万万两库银呢 可大魏各处都需要花钱 你不能只看这一年两年呢 你得看二十年三十年后 甚至五十年后怎么办 如若那时候大魏没银子了 裁军在下降伙食等等福利 那就极其容易闹出兵乱之事 这刻哪怕是兵部尚书周延也不禁开口 的确 若是这样的话 成本太大了 扩军增兵是好事 周延肯定答应 可问题是 扩两营兵力 他们没这底气啊 许清晓摇了摇头 国之根本在于兵力 未来想要稳定发展 就必须增强大魏兵力 而且这两大兵营 我另有打算 分三年制五年制 十年制和终身制 大魏百姓十六至三十五岁 皆可入伍从军 只需操练三年 强身健体 懂得行军步阵等等 简单行兵操作即可 三年制后 如若愿意留下 便是五年制 再等两年 如若愿意可晋升为十年制 提升军中职位 指点与教导新兵 十年期限满后 取之三成 即与终身制 入兵部受军职 其余七成 可前往大魏各地县衙 或自求生路 是以三代从军 是需要删选 而不是想当就当 徐清晓将他的 募兵计划说出 一口气脏兵 肯定是有压力 但养兵才是 徐清晓的目的 养兵的好处啊 就在于关键时刻 大魏真正需要宣战 可以在短时间内 全民皆兵 这是大魏啊 走到最后一步的底牌 如此一来的话 不管是出援王朝 还是突携王朝 还真不敢乱挑 徐清晓这么一解释 众人稍稍耽耽了口气 这样的话呀 还真没什么大问题 虽然还是增加了成本 但至少后期成本 没有增加太多 毕竟徐清晓啊 这个征兵条件一说出去 那有多少人来当兵啊 自己没有进步的希望 但后代说不准啊 得到认可后 或许清晓又看向了 工部尚书李延龙 阔群增兵 只是最简单的手段 真正的手段在于工部 兵工结合 才是真正的王道 周尚书李尚书 我打算单独设立 兵工营 从巨刑馆中招揽人才 研发可以 以一敌百的战争兵器 当然 此物目前只是个想法 具体徐某会带来图纸 这个咱们暂且先不说 兵工营是工部围绕将士们 打造更强的兵器 更坚固的铠甲 并且研发更强的工程器 手成器 甚至包括大型运粮器 这种东西 这是大卫兵部的 真正发展所在 也是大卫工部的 核心发展之一 工部一半的精力 要围绕兵部 剩余一半 所组建天工阁 吸纳各地人才 研究工器 兵部战器 民生耕器 只要是能够便于百姓 有利于大卫 若研制而出 需以高官后路 且大卫会以天价银两 购买其物 至少万两白银起步 以力部为主 设立巨型馆 而后兵部强国 工部研发战争兵器 再设天工阁 说简单直接点 就是搞发明 你什么都可以发明 只要是能方便百姓的事 方便大卫的事 这东西前期肯定会搞出 一大堆稀奇古怪的 有的没的 但最重要的是 可以启发后人 可能啊 你做出个轮子 就有人想到啊 把这四轮车给你做出来 虽然有点夸张 但任何东西都是在进化 随着时间而进化而出 当百姓觉着走路来 就会有人发明逮捕工具 从最开始的自行车 载到后边的四轮车 靠的不仅仅是科技 最主要的还是 想象力和创造力 如果不去培养这样一批人 那么大卫想要真正地 走向半工业时代 得有多难呢 光靠自己一个人 洗洗睡吧 许清潇的想法 可不是一通中周那么简单 他要大卫的铁骑 横扫天下 铺铁骑 马上的王 出源王朝 一手难攻 仙道佛门 见仙佛陀 当一架架战争杀气出现时 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美好 而想要做到这种程度 大卫就必须首先发展起来 需要无比雄厚的生产力 而这个生产力 可并非是简单的农耕种之 光靠人力去耕种 去劳作是没用的 种子环境水源工具 这四项也缺一不可 少一样都称不起一个大卫王朝 当然如果说大卫王朝就是单纯的想要 大卫读书人 第六百零二集 以力选才兵不强国 功不辅佐 天功造物 老夫总算明白守人你的意思了 不过我们刑部 户部 还有礼部 做什么呀 张静啊 彻底明被许清孝的意思了 可忽然之间 他发现自己的刑部 户部 还有礼部 似乎没什么作用啊 畅上说 刑部加强人手 扫黑除恶 提高大卫名义 自陛下登基后 大卫时常传来妖魔之事 但徐某认为 妖魔固然有 但还不敢出来作恶 大多数还是有人为之 必须要铲除干净 从乡镇开始 一旦发现严惩不待 建立刑部监援 特派各府各县 行走百姓之间 稽查寻纳 如若有官员庇护 最佳一等 斩首示众 刑部的作用就是这个 维系王朝内部的安定 加强民意 以及提升大卫王朝的公信力 那从这一点来看 只能靠刑部来 张静文言点点头 他看得出来 徐清孝极其认真 这是打算大干一场的 墨链许清孝又说了 还有谣言之事 尤其是读书人 往后若还有什么风言风语 无论对大卫王朝 还是对某个个人 只要造成一定影响 便要审查 如若事情属实 由官方张贴公告处置 如若事情不属实 造谣者给予惩罚 如果有读书人造谣声时 歌曲共鸣 终生不得录用为官 这主要就是针对 大卫读书人 但是对这个 众人没半点意义 纷纷同意 户部呢 顾言出声 询问徐清孝 户部管商 顾尚说 大卫商会的事 你要圈圈处理了 让大卫商人派去义族国 包括突袭王朝 促进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和义族国 不惜一切代价 资助大卫商人也好 要挟大卫商人也罢 让他们先以低价 抢占义族国市场 小到柴米油盐 大到锦衣珠宝 能便宜便便宜 不能便宜 亏本也要买 先给义族国点甜头吃 把贸易市场全部抢占之后 再由他们自行定价 不要太高 但绝对不可太低 赚取义族国的银两 等到这批商人尝到了甜头 到时再对他们动手 无论如何 所有的牺牲 都是为了大卫 这件事 必须得明确告知古言 甚至其他几个尚书 这时也明白 许清潇什么意思了 赚钱是其次 重要的是 掌握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招是高啊 又高又硬啊 那礼部呢 礼部做什么 少人 王新智开口了 五部都有事情做 那自己接下来礼部该干什么呢 这话一出口 众尚书也纷纷好奇 许清潇顿时一愣 礼部好像还真没什么事 许清潇的沉默 莫名地让气氛有些尴尬 王新智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但盯着许清潇 老半天发现人家不说话 铺之间 王新智回过神来了 好家伙 这是没把我们礼部放在眼里啊 少人啊 王大人 礼部啊 有件大事 这件大事影响极大 名垂轻骨不在话下 只不过现在还不能说 一或者是说了也没任何作用 但这件事 必须得由礼部来 他倒是没忽悠王新智 因为他所提到的这件事啊 就是九年义务之教育 只不过现在这事的确没法说 说了也不可能实现 最起码你现在是实现不了 自己要真说出来 真要推广 估计顾言直接就不答应 其余四位上述也不可能会答应啊 眼下 那就算是给王新智一个安慰吧 此话当真 王新智文言有些激动 那是自然 许清潇很是笃定 行 老夫相信你 手人 反正有任何需要用得着礼部的 你尽管开口 得到许清潇的答案 王新智笑了 其余尚书也笑了 他们笑都不是为别的 他们就是觉得 许清潇就是在忽悠王新智罢了 既然如此 那剩下的事 诸位尚书慢慢写上 我先回去休息 这个月啊 累死了 过几天就是册封大典 我得先回去休养几天了 事情都交代清楚 剩下的就是六位尚书自己来做了 总不可能让自己啊 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啊 好 手人你好好休息 册封大典可要精神饱满啊 这次封册大典极为隆重 笔家对你十分器重 特意要求隆重一些 你呢 的确好好休息 手人 我送你出去吧 仲尚书纷纷开口相送 不过陈正如啊 却说要送许清潇回去 正常来说呀 肯定是婉拒 你什么身份呢 让陈正如送你回家呀 但许清潇看得出来 陈正如这是有话要跟自己说 陈正如 引着许清潇离开了尚书房 一直走出了吏部之外 陈正如这才开口 手人 这几日老夫总是有些心神不宁 彭如入狱 却迟迟没有任何动静 以老夫对他的了解 彭如绝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你一定要有所警惕呀 陈正如想说的话 其实许清潇早已猜到了 彭如是陈正如亲自扣押进大牢 所有人都可以忘记彭如这茬存在 但陈正如不会 如今这仗也打完了 许清潇更是要被册封为大魏平乱猴 看似一切无比美好 可陈正如感觉得到 一场极其可怕的惊涛骇浪 就要来了 清潇明白 守人 老夫思来想去 彭如唯一针对你的手段 就是戒士 他肯定会戒士来打压你 如今的你 名望极高 又有大魏民意加持 所以想要抨击你 必须要借助天下读书人的事 只是老夫一直想不到 即便他真的戒士 以杀降屠城来抨击你 也没有任何作用 可以对你的名誉造成一定影响 可以当下来说 你杀降屠城是对的 大魏百姓都支持你 最多就是让本就讨厌你的人 更加讨厌你 并不会影响什么 按照老夫的想法 彭如应该不会用这么简单的方法来针对你 肯定藏有后手 你真的要小心一些 这几日没事想想 若是能提前猜到彭如想要做什么 还可以提前预防 陈尚书 这一点清晓明白 只是依陈尚书您的直觉 彭如会什么时候开口呢 陈正如稍稍沉默 过了片刻 他张口给予了一个答案 大魏读书人第六百零三集 册封之日 那不就是五日之后吗 陈正如的猜测 许清晓认同 毕竟册封大典 是自己最辉煌的时刻 如若在那个时候出手 自己要是招架不住 那可就是丢人丢到家了 只是许清晓也好奇啊 这彭如到底会用什么办法 来找自己的麻烦 让天下读书人抨击自己 沙翔 图成 这根本没用啊 回去好好休息吧 偶尔想想 老夫也会帮你想 如若察觉的到 可以提前准备一手 好 好 对了 陈如 我问您个事情啊 承救天帝大儒是需要民意 那承盛呢 许清晓忽然开口 问陈正如承盛之法 这话一说呀 陈正如顿时哭笑不得 寿人 老夫虽然是大儒 但也不知成圣之法 唯独天帝大儒 才懂得成圣之法 不过你既然感兴趣 明日或者后日 你来找老夫 老夫带你去一趟天帝文宫 问一问寻儒 寻儒啊 也是一位天帝大儒 与蓬污一般 不过他不是诸盛一脉的天帝大儒 就是当初许清晓自政之时 在文宫内出言帮过许清晓的那位 好 如此 劳烦沉辱了 客气 客气了两句之后 许清晓告辞离去 大卫京都皇宫之内 女帝和李广孝对视而坐 陛下 此战过后 大卫将彻底走向繁荣之路 徐守人今日献策 更是惦记我大卫千年辉煌啊 李广孝看完了许清晓的献策之后 不由给予了最高的评价 许爱情的确是大卫之福星啊 女帝也是由心赞叹 许清晓的出现如同一颗星辰 给大卫照亮了前进的路 如若没有许清晓 大卫不说因此灭国 但至少很难看到崛起的希望 许清晓当真是个旷古奇才啊 千年的辉煌已经注定 但百年之强盛 还是有些不稳定啊 女帝有些好奇啊 百年之强盛还不稳定 她望着自己的师父 不禁有些好奇 李广孝稍微咳嗽了一声 然后满脸的正经与严肃 陛下 如今大卫稳定 步步而上 老臣斗胆 请陛下考虑婚姻大事 这话一出口 女帝啊 瞬间平静下来了 脸上不带一丝喜悦 取而代之的只有冷漠 老师 朕当年就说过 朕此身绝不婚嫁 李孝 自古以来 帝王婚事 乃天经地义 如若帝无子嗣 江山不稳 稳无百官 也不会安心啊 各地藩王 为何蠢蠢欲动 其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 大卫没有皇子 陛下 没有子嗣 如若 大卫有皇子 这将是 大卫之福 也将是 天下之福 到时 各地藩王 再也不敢 蠢蠢欲动 国家将会更加安稳 老臣之言 不拿常理 而是以国家为由 请陛下 着重考虑 李广孝 这番话说得没错 自古以来 百官最关心的 就是三件事 民生大忌 国家强盛 以及帝王子嗣 帝王子嗣 极为重要 不管你现在年轻不年轻 不管你现在啊 强盛不强盛 早生 多生 那是最正确的 万一真出点什么事 那大卫江山 至少有个接班人 可若你不生 等你死后 各地藩王 不想闹也得闹啊 朝廷大乱呢 朕 绝不还家 朕 如今二十有四 可继续执政七十年 五十年后 朕会从各地藩王 或者大卫亲王门下 选一位皇室之子 抚养长大 继承朕的地位 此事不可 其一 未来变化莫测 数尘斗胆 十年风雨 十年云 莫说五十年后 就算是十年后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陛下无法预测 臣也无法预测 倘若大卫王朝 与突爷王朝 或出源王朝宣战 陛下没有子嗣 大卫 大卫必会内乱 其二 选亲王子嗣 无疑是 家具诸王斗争 选谁的子嗣为帝 都会带来 邪于兴风 其三 百姓不安 也正是因为 陛下如今 才不过二十有四 如若陛下是四十有二 天下百姓不安 文武百官也不安 以下三点 皆是悬在 大卫头顶之上的刀剑 所以 臣恳请陛下 则梁君担子嗣 彻彻底底 稳固大卫江山 臣可以保证 如若陛下当真担子 百年内 大卫将空前强大 李广孝以伦理 人理 国理 三重方面反驳女帝 言语之中意思简单 陛下 你该找个如意郎君 生娃娃了 生得越多越好 老师 不要再说了 陛下 臣不得不说 也不能不说 其实 臣觉得 许清潇不错 无论是年龄上 还是才能上 包括品性 许清潇 都是人中龙凤 再加上 许清潇 极有可能 成为我大卫新盛 若陛下 与许清潇成婚 何止百年 五百年内 大卫江山 都稳固金汤 李广孝 终于说出 自己的真实想法 女帝成婚 肯定找人中龙凤啊 而这人中龙凤 肯定是龙凤中的龙凤 大卫正好有一个呀 许清潇啊 论才华 万古大财 论品行 绝世大如品性能差得了吗 论能力 如今大卫 蒸蒸日上 七成靠的是他 许清潇 论影响 许清潇在百姓心中 可是神一般的存在 只要许清潇 真要成胜 他的地位 必然要超越大卫女帝 这要是强强联合 大卫想不觉起都难哪 这李广孝还真不是乱说 他都琢磨好几天了 觉着此技可行啊 够了 老师啊 朕 乏了 女帝站起身内 望着自己的师父 眼神之中不是生气 而满是无奈 而且女帝并没有再听 李广孝任何言语 拂袖离去 这一幕让李广孝不由一愣啊 女帝是他从小教到大的 对于女帝的脾气和性子 他最清楚啊 女帝突然这般反常 有问题 这一刻 李广孝眼神之中 不由流露出一抹惊喜之色 女帝对许清潇有好感 否则的话不可能这般 想到这儿啊 李广孝激动起来了 他还真怕女帝很平静 那样的话即便强行撮合 只怕人许清潇也不乐意 但女帝若是对许清潇有好感 自己再从中调和调和 郎有情第六百零四集 大殿之内 李广孝深吸了口气 不再多说了 先回去 这种事得慢慢来 自己啊 这回可以当回姻元老 牵牵红线 而与此同时 大魏京都天牢之内 横如望着窗外 大楼内十分安静 就在此时 一缕缕白雾出现在他手中 形成了一行文字 待文字凝聚之后 瞬间又烟消云散 而彭如的眼中 则露出一抹 自性无比的笑容 只是很快 这抹笑容消失 他随即望向了 坐在一旁 沉默不语的张宁 张如 你意下如何 听闻彭如之言 张宁深吸了口气 随后朝彭如跪拜 某 愿为诸圣一脉 死而后矣 张宁在地上重重地 磕了个头 而彭如则语气平静地说 张如 十年内 你可称天地大如 彭如声音笃定 可张宁的脸色 没有丝毫变化 武昌元年 十二月二十七 距离许清潇封侯之日 还有三天 不过整个大魏京都 已经热闹起来了 大魏封侯 这是自北伐之后 没有过的事 而且 受封之人 也不是等闲之北 许清潇这三个字 放眼天下呀 或许有些夸张 但放眼整个中州 已经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虽然而然 各地英杰都来到大魏京都 想要亲眼得见 大魏这位新侯爷的风采 整个京都啊 早已经张灯结彩 显得无比隆重 甚至比太平师会 和女帝寿淡还要热闹 这一来呀 是因为许清潇的名气 二来是大魏女帝 盛情邀请许多势力 七大先宗当中 就邀请三家过来 还有一些其他的宗门势力 铺鞋王朝和出源王朝 也发了请帖 接然派来使者赠礼 三大王朝虽然心照不宣 暗地里各种手段齐出 但明面上 大家还是得相互给面子 京都的热闹啊 跟许清潇显得有些无关 守人学堂 这两日对许清潇来说 算是比较清静 没人来打扰自己 也没什么烦心事 安安心心等册封大典再说 侯府正在修缮 六品破境丹 许清潇已经得到了 但是他并没有直接突破 五者六品为脱胎 一旦吞服 脱胎换骨 会引来一些不同寻常的意象 所以在守人学堂突破呀 可能不太好 怕引来一些没必要的关注 等到侯府之中 完全可以独自一人好好突破吧 自己的平乱侯府啊 也快建成了 是按照国公标准来的 因为有学堂的原因 所以整体啊 占地三百亩左右 四个花园 十六处庭院 假山假水 那都得安排上 封侯的日子是十二月三十 但侯府早在一个月前就动工 等封侯大典结束之后 自己啊 就可入住了 徐大人 您要的东西已经到了 此时 李贤的声音在外响起 只见李贤呢 带了三个浴盒 浴盒之中啊 盛放着药材 这是五品破镜丹的材料 许青霄直接找女帝询问 有没有相应材料 女帝啊 回头就找人给送过来了 五品破镜丹呢 还真好说点 虽然珍贵 但至少皇宫里边有 四品破镜丹 才让许青霄头疼 四品破镜丹 需要两种材料 一罐蛟龙真血 一根麒麟角 蛟龙 这是一旦成长起来 必达二品的妖兽啊 那是妖王级的存在 只要蜕变成功 便可化一品虚龙 拥有龙性 这种妖兽的血液 价值连城 每一滴皆可入药 炼制出续命丹 至于奇兽角 那可不是说麒麟的角 而是类麟兽 本质上和蛟龙没啥区别 这两种东西 大魏可没有 徐大人 陛下说剩下的两种药材 陛下会想办法为您寻得 这些先给您 好 回去告诉陛下一声 下官谢过了 四品药材难寻 这个许青霄心里清楚 即便有只怕大魏 也得付出很大代价 眼下自己不离开大魏 暂时还用不上四品破镜单 药材送了许青霄啊 也塞了一张银票给李贤 面额不小 一千两银子 现在李贤需要往上爬 银子肯定是多多益善 两人客套了一番 最终在许青霄的目光之下 李贤呢 还是收了这张银票 带李贤走后 许青霄直接把药材啊 摆在单神古经面前 五品药材我已经搞到了 四品我正在想办法 前辈 有句话虽然知道不当说 但晚辈还是忍不住要说一句 四品破镜单 就需要蛟龙针血和麟角 那三品二品甚至一品 岂不是有真龙血了 药材摆在单神古经面前 可不爽归不爽啊 单神古经这漫天要价 许青霄也不可能真当傻子 听到许青霄的话 单神古经也知道 许青霄有点不乐意了 还没生气 反倒有些苦口婆心 哎呀 小友啊 你千万不要误会 第一 我炼丹是因人而异 你体质很不同 或许是因为修炼艺术的原因 比常人修炼要难 所以炼制更麻烦 但你每提升一个品级 实力变化都极强 现在你只是七品 等你吞付六品破镜单 再加上五品之后 你就会知道你有多强了 而且每一次我都送一枚铸鸡丹给你 帮你稳固境界 说句不狂妄的话 同境界之下 你的实力绝对超越那些无道世家 只是你现在压根就没有接触这种人 强不强你心里也没数 第二 你别看四品破镜单需要的东西夸张 四品是王镜 又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五道之王 你要是吃了我的四品破镜单 外加上四品助鸡单 老夫别的不说 天下王镜 你至少可以进入前十 这还是保守估计 这么保守 还是因为你没怎么学过五道神通 如若你掌握了几门真正的五道神通 到时候你就知道 老夫的本领有多强了 李三 小友 你自己想想看 别人修炼到四品需要多长时间 而你修炼到四品需要多长时间 即便是一品当真要真龙之血 最起码你看得到希望 而对于天下武者来说 一品就是一道无法跨过的鸿沟 一辈子都无法跨越 而你看到了希望 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这样想来你还觉得贵吗 单神古精与其极为笃定 反倒让许清潇有些沉默 如若他没骗自己 那这交易还真不亏 而且很赚 绝世王者保底前十 每个境界都处于完美 掌握一定神通 可进入前三 并且对自己来说 只要有相应的药材 就一定可以突破 行吧 到四品再看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再多说也没意义 反正也不着急 一年之内能凑齐就好 眼下真正着急的 不应当是王者药材 而是如道品级 一场真正的浩劫和危机 正等着自己呢 还是七日之后吗 啊 七日后 单程 好 许清潇拿起书 开始观月 不过很快 李守明的声音在外响起 老师 大魏读书人 第六百零五集 许清潇当下 起身出了房门 他知道陈正如 找自己是什么事情 去见寻儒 文宫当中 第二位天地大儒 而与此同时 怀宁王府密室之中 两道身影相对而坐 怀宁亲王的姿态略低 望着他眼前之人 缓缓开口 兄长 兄长 许清潇封侯在即 大魏文公 必然会出手搅局 我等 要不要乘机 做些事情 不用 这件事情 与我们无关 许清潇也不是我们的敌人 怀宁 记住 我们的计划 到底是什么 余地明白 只是万圣教 似乎对我等极其戒备 到现在 也不让我们真正参与其中 我们当真就这般 不防他一手吗 不用 他们需要我们 没有我们的话 他们的计划 也成功不了 这个计划 只要成功了 不管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我们兄弟二人的好处 最大 得到这个确定的答复 怀宁亲王点了点头 只是过了一会儿 那老者又开口说道 不过 时间不够了 我让他们加快了时间 你也让各地翻网准备吧 三个月 最迟三个月 大卫会出一件大事 而他们只需要再等待一个月 就可以出手 到时候乱世就要出现了 让他们做好准备 还有 地位我们不要 你一定要说清楚 借数怀平的名义 只需要复仇几个 他们会信的 出什么大事 大卫文宫要脱离了 老者言语之中没任何激动 十分平静 可此话一说 怀宁亲王顿时流露出 无比惊恶的目光 他有些不信 甚至说压根就不信 大卫文宫竟然要脱离大卫 这怎么可能啊 兄长 这不可能 若大卫文宫脱离 对我等来说 也不是一件好事 那个时候 大卫的国运会出大问题的 怀宁亲王第一反应 就是不可能 和情绪有些激动 能够让怀宁亲王激动的事情 可不多 主要是大卫文宫脱离 这件事情太可怕了 一旦真正如此 大卫江山的确要出大问题 很有可能会惹来天灾人祸 包括一些兵祸之事 而且最恐怖的是什么 大卫文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已经超越了圣人的本质 文宫运养圣气 而后历经几百年 时代读书人的信念 才铸造出了这座大卫文宫 他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 镇压国运 震慑妖魔 加持器运 一旦大卫文宫没了 天下妖魔首先要纷纷作乱了 甚至京都当中啊 都能出现大妖大魔 以突袭王朝和出源王朝为例 他们呢没什么战乱 可养兵极多 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镇压妖魔 大卫有文宫 先天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 去对付这些妖魔 因为妖魔不敢在大卫作祟 小妖怪闹腾一点 没什么问题 大妖怪敢闹腾 文宫一到浩然正气 直接就镇杀了 哪怕是一尊绝世妖神 再怎么胡作非为 也不敢踏入大卫京都半步 这就是大卫文宫的强大之处了 所以当听说大卫文宫要脱离 这怀宁亲王如何才不震惊啊 没什么不可能的 这天底下 哪里有那么多不可能 只是又没有利益罢了 自镜太帝开始打压大卫文宫 他们就已经在做准备了 既然都走到这个地步了 那魂军是怎么想的 难道就不可以直接出手镇压文宫 怀宁亲王对大卫文宫 的确是不太了解 准确地说不是不了解 而是不知根知底 他不是读书人呢 而且他之前派自己儿子 进入文宫是为了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真正了解大卫文宫吗 可是还是被人家隔离出来 没有真正进入何心 镇压文宫 这天底下 除了圣人以外 谁能镇压大卫文宫 怀宁 你记住为兄的话 不管如何 与谁为敌 都不要与大卫文宫为敌 莫要看得好像普通 那是因为我们看得到的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大卫文宫 的底蜢也是你想象不到的 五帝之死很有可能 与大卫文宫有关 甚至白衣门也很有可能 与大卫文宫有关 老者的每一句话都石破天惊啊 怀宁亲王知道一些新秘 五帝绝对不是正常死亡 而是有天大隐情 只是这件事啊 当初自己在外征战并不知晓真相 但具体发生了什么 没人知道 反正至少自己不知道 如今却不曾想到 五帝之死与大卫文宫有关 甚至连白衣门也和大卫文宫有关联 这如何让人不惊讶呀 那白衣门是干什么的 实打实的造反派啊 据说五帝遗孤就在他们手中 随时可能会以此来找女帝麻烦 而自己也一直在寻找五帝遗孤 不过与白衣门不同的是 白衣门是明面上的造反派 自己可不是什么造反组织 自己啊是更替皇位罢了 而白衣门是一些企图 以挟着五帝遗孤来要挟女帝的组织 在他眼中 白衣门有一定的势力 但始终登不上什么台面 除非他们真能找到五帝遗孤 五帝遗孤之事 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有待靠救呢 可无论如何 白衣门跟大卫文宫牵扯到一块 这可就是让人觉着有些不可思议了 只是怀宁亲王终究并非是普通人 起初震惊过后很快他恢复了平静 大卫文宫和白衣门到底有没有关联 大卫读书人第六百零六集 怀宁亲王开口又问 兄长 剩下的时间 我们只需要等待就行了 对吧 嗯 静静等待就行 至于这个续清宵 三日后 可能他就要倒霉了 碰如绝对不是一个善茬 他在想什么 我不清楚 他一定不会放过续清宵的 封喉大典 极有可能 沦为笑话 他其实是个人才 可惜的是 与我等为敌 他注定要付出代价 极为惨痛的代价 虽然许清宵是自己的敌人 可怀宁亲王不得不承认 许清宵的才华和能力 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一点事实 许清宵的确才华横溢 而就在此时 大魏文公 许清宵和陈正如来了 陈正如找许清宵 的确是拉他来大魏文公 前几日 许清宵问过 关于圣人之事 陈正如所幸啊 带着许清宵 亲自来找寻儒一趟 毕竟寻儒对许清宵 也极有好感 自然亲自见胜一面 对许清宵 肯定有莫大好处 再加上也可以啊 当面向寻儒请教 让寻儒作为一个前辈 来答疑解惑 这可是许清宵 第二次踏入大魏文公 刹那间 一双双眼睛不由自主 落在他的身上 这些人的目光中 有仇视 有疑惑 有愤怒 也有古怪 众人似乎都好奇 许清宵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而感受到众人目光 许清宵没有丝毫紧张 或者其他的情绪波动 反倒显得十分坦然 压根就不在乎 众人古怪的眼神 直接来到大魏文公 深处一处宫殿 殿内十分整洁 反倒啊 有些个简单的 竹篓鱼具 显得很是突兀和怪异 寻如平日没事喜欢钓钓鱼 日子很悠闲 也不喜欢惹什么是非 极为清闲之人 学的是第二位圣人传承 陈正如一边走一边跟许清宵介绍 玄来如此 寻如当真风雅 一位天地大儒 没事喜欢钓钓鱼 这雅性啊 值得敬佩 看看寻如 再对比一下鹏儒 一个没事喜欢钓钓鱼 一个整天没事 就想着法子去害人 这还真是人比人没得比啊 宫殿之内 呼噜声微微响起 大殿一道人影端坐首席之上 微微低着头 憨声不大 但明显能听得到 看到这一幕陈正如有些尴尬 堂堂一位天地大儒 坐在宫殿里打呼噜 你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啊 想要开口寒醒寻如 但许清宵却伸手将他拦住了 微微地摇了摇头 示意啊 等等片刻 老人家好不容易睡一觉啊 自己等等无妨 看着许清宵的眼神示意 陈正如想了想 也没再多说 如此这般 二人在殿内安静等候 这一等 两个多时辰可过去了 寻如终于醒过来了 睁开眼睛 寻如抬起头来 面容慈祥和善 眼神有期迷茫 虽然年迈 但并不是那种死气沉沉 只是啊 年龄到了罢了 陈正如 徐守仁 寻如很快回过神来 他一眼便认出了许清宵的身份 学生许清宵 拜进寻如 见寻如醒来 许清宵赶紧起身开口 身作一礼 显得十分恭敬 而陈正如也跟着起身 朝着寻如一拜 守仁啊 怎么来了 也不说一声啊 老夫这是睡了几个时辰 你们等了多久啊 寻如有些诧异 人哪上了岁数啊 都有白天打盹的习惯 反正没事就睡睡觉 睡醒了 吃吃喝喝 钓钓鱼 慢慢度过鱼生 挺不错 可没想到许清宵今儿来了 为了不打扰自己休息啊 在下边干等 这倒不说心情如何 就这份谦心实属难得 毕竟许清宵可不仅仅是大儒 那么简单呢 如今风头正上啊 可以说大为风头最盛之人 马上这又要封侯了 这种人物在自己人生得意之时 还能保持这样的谦心 实属难得了 没多久 打扰寻如 还望寻如见谅 寻如 守人就是这样 为人谦虚 我们在此等候了两个时辰 不过寻如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在睡觉啊 昨日又夜调了 陈正如不客气 看得出来寻如为人和善 不然陈正如也不敢这么说话呀 哪里的事 没有夜调 没有夜调 好了 不说这个事了 守人啊 你今日寻老夫 是有何事啊 听到夜调 寻如啊 连忙否认 倒不是嫌丢人 这要是被文公的人知道 少不了又是一番劝说 什么身为天地大儒 有点天地大儒的样子 不能给文公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之类的 反正啊 这套说辞都已经听腻了 索性啊 什么都不说 偷偷去远处吹调 随着寻如寻问 陈正如也没再继续纠结 而是望向许青椒 给他递了个眼神 好 寻如 学生今日前来 是想请教两件事 天地大儒 与成圣之法 寻如倒也没有任何惊讶 反而认真思索一番之后 才缓缓开口 天地大儒 倒也简单 至少对你来说 挺简单的 只需天下民意即可 一族国之战 凭借你一人之力 平下祸端 如今大卫百姓 对你可谓是敬佩之极 不过你还欠缺一点点民意 以及一个契机 一个得天地认可的契机 三日后的册封大典 这一点点民意不成问题 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个契机 需要怎样的契机 不好说 因人而异 守人啊 你明心学之意 立百姓之言 筑签字文 如若想授封天地大儒 得天地认可 就必须要 大卫读书人 第六百零七集 以本心应天理 这句话还是许清潇 头一回听见 他有些好奇 不明白此话的含义 莫名呢 又感觉懂了一些 看着许清潇似懂 非懂的神色 寻如继续说道 所谓以本心应天理 其意思倒也简单 你之前无论是名义 立言还是著书 其实这些都是带有目的 世人读书 其读书为功名者 为利益者 为苍生者 截然带着目的 而想要得到天地受风 成为天地大儒 就必须要以本心应天理 寻如一番解释 一旁的陈正如 却不禁好奇地问 寻如 若按照您说的 那成为天地大儒 岂不是要无欲无求 不能带有任何目的 陈正如好奇啊 世人读书的确带着 各式各样的目的 可按寻如的解释来说 好像在说呀 想要成为天地大儒 你就不能带任何目的 如果真是如此 那不就成了 无欲无求之人 这不是圣人吗 只是即便是圣人 也有自己的思想啊 不可能真正无欲 而且无求啊 不 寻如摇了摇头 看向二人开口说道 所谓以本心应天理 此言的意思 并非是说 没有欲望 没有目的 而是知晓天理 所有目的想法 都必须要顺从天理 名义也好 立言著书也罢 想要得天地受封 就必须要遵从的 天地之理 所以如道四品 也称之为知天命 收人啊 你所欠缺的契机 就是天命 你必须要清楚 何为天理 何为天命 你所做的事情 有没有顺从天理 你的名义 立言 著书 是否是顺从这天命 所以 你必须要想清楚 你的忠心思想 到底是什么 是否顺天命 寻如说到这儿 没继续再往下说了 原因无他 再说多了 可能会影响到许清潇 倒不如让许清潇 自己好生理解 许清潇 这时却有一种 醍醐灌顶的感觉 知天命 顺天理 忠心思想 这就是天地大儒的核心 怪不得自己感觉民意充沛 可却始终无法突破 天地大儒这个境界 却不曾想的是 还有啊 这种思想在其中 自己的忠心思想 知天命 顺天理 许清潇打算回去 好好琢磨琢磨 若是能想明白 自己或许当真 能直接成就天地大儒 而且还不需要担心 拔苗助长 打定主意 许清潇随即又问 荀儒 那成圣之法呢 荀儒稍稍沉默 倒不是说他不懂 也不是他藏私 而是荀儒也在沉思 过了好一会儿 荀儒方才开口 成圣之法 说起来很简单 但做起来却很难 须明圣意 立圣言 助圣书 知圣命 得天下才气 不需要再要明议了吗 不须 荀儒摇头 而后接着又说 成圣之路 只需要你 重新明议 重新立言 重新著书 还要重新知晓天命 并且你还需要天下才气 借助天下读书人的力量 才能成为圣人 一旦踏入三品半圣境 天下读书人共尊 虽不是真正的圣人 但也已经差不多了 其实这天下之中 先 儒 武 妖 魔 佛 儒道 食品 是最不可思议 也是最难理解的 福者一品 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但举世之中 还是有一品舞者 包括 仙道一品 佛门一品 也都是有 可唯独儒道一品 动辄千年 出不了一位 五代圣人 贯穿古今 而古往今来 又有多少一品舞者 一品须仙 所以三品半圣 可与一品平起平坐 二品亚圣 可受一品礼拜 若是一品圣人 你们看不见 也不知道的好处 也不知道的好处 所以 想要成圣 是一件好事 但不可莽撞 否则 落下祸根 就麻烦了 寻仙如一番话 仿佛是在提醒什么 许清潇感受着寻如目光 他知道自己的心思 已经被寻如猜到了 所以寻如出言劝说 隐晦地让自己千万不要冲动 许清潇点点头 他十分认真 感激地朝着寻如一拜 多谢寻如赐教 无妨 小事而已 守人啊 若是往后有时间 多来大卫文宫 读些圣贤书 或者陪老头子去锤吊吊吊 也行 许清潇不由轻笑 如若寻如不嫌 往后 徐某可要多来打扰您了 好 常来就好 实在不行 老夫让人给你腾出一间房 你入住文宫 也不是不可以 寻如这话一说出 陈正如顿时明被寻如什么意思了 这是想要借助他自己的自身影响力 来调和许清潇与大卫文宫的矛盾 主要啊 还是和朱胜一脉的矛盾 许清潇却委婉拒绝 多谢寻如 不过侯府马上见好 学生还是喜欢自己独住 清静一些 好 常来就好 寻如一笑也没再多劝 出了大殿 许清潇神色平静 但他脑海之中一直思索着天地之法和成圣之法 天地大儒忠心思想知天命顺天理 成圣之法 重新明义 重新立言 重新著书 明白圣意 还有天下才气 这才是真正的难关呢 怪不得动不动几百年哪 没有人能成圣 重修一遍 最难的不是过程 而是理解 儒道就是需要理解 你重新明义你必须要找出新的东西 在原有的东西里也找出新的思想 这过程可比正常修炼要难多了 圣人之道恐怖如死 而且这才不过是个三品半圣 二品亚圣 一品儒圣呢 许清潇只期盼儒圣之上 最好别再有品级了 不然当真是顶不住啊 摇了摇头 许清潇朝宫外走去 就在此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前方 手里还拿着几本书 是华 大卫读书人 第六百零八集 许清潇开口 主动跟华星云打了个招呼 对于这华星云 许清潇还是充满好奇啊 一开始觉着 这人不是个擅长 然后各方势力都让自己注意此人 然而这可过了大半年了 华星云还在户部干活 职位不高 就是个主事 这还是因为最近户部招兵买马 华星云才得以升职成为主事 对此 许清潇很是好奇啊 就这样一个大才竟然如此低调 而且还这般从容 心甘情愿地在基层做事 要不是今天碰见他 许清潇啊 很可能都想不起来这个人了 见过陈儒 见过许儒 华星云见到许清潇 也立刻谦虚作礼 恭敬无比 许清潇啊 跟他又客气了几句 没多逗留 离开了大卫文公 在许清潇走后 华星云的目光 一直久久落在 许清潇的背影之上 眼神之中 显得有些莫名其妙 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神色 如此这般转眼间 又是两日过去了 整个大卫京都更加热闹了 一族国纷纷送来贺礼 许是被揍了一顿的原因 也没什么礼物送 硬凑一些真品送过来 突携王朝和初元王朝 则送了份后礼 至于大卫境内三大先宗 也纷纷遣人前来送礼 据说还有佛门弟子也来了 这一次可谓是盛况空前 毕竟大卫刚打了场大胜仗 自然得给面子 宾可云集 大卫京都人声鼎沸 明日就是许清潇封侯之日 守人学堂 许清潇依旧静静读书 思考自己的中心思想 他这两日都在思索 这到底是什么呢 并且还在思考 这天命又是什么呢 就在这时候 师兄陈兴和在门外喊了一声 师弟 陆子营送来一封信 许清潇起身开门 接过陈兴和手中的书信 师弟 围兄继续看书了 科举临近 不愿耽误 明日封侯大碟 围兄可能都不会去 你莫要多想 师兄并非是有其他想法 科举临近 陈兴和的确得抓紧了 不过特意开口 让许清潇你别多想 这莫名的有些 此地无赢三百两的感觉呀 好 师弟提前恭贺师兄 齐开得胜 许清潇淡淡一笑 提前恭贺一番 不过 这次科举 是你主考 师弟 有几句话 师兄不得不说 你一定要用最严厉的目光 去看师兄写的文章 绝对不能有任何偏袒 哪怕师兄明明可以得第一 最好还是避嫌 师兄 不愿认 背负任何骂名 陈兴和一脸坚决 特意提醒许清潇 你可千万别放水 听到这话许清潇不由一笑 点了点头答应下来 看到许清潇这般 陈兴和也笑了 随后回到自己房中 拆开陆紫英的书信 原来是陆紫英 邀请自己过几日 等册封完毕之后 参加聚会 来的都是些个先门弟子 他将书信放在一旁 继续看书 倒也没回应 一切等册封大殿 结束之后再说 时间缓缓流逝 转眼间到了紫时 守人学堂外一行太监宫女啊 静候多时了 许清潇封侯 场面隆重礼仪繁琐 紫时要去宫中 焚香沐浴更衣 等到某时 封侯大殿正式开始 许清潇也要身着王府 进行册封 每一道程序都不能节省 而且必须得隆重 一刻钟后 许清潇随着太女宫女们走了 来到宫中 早已备好浴池 静身 起来得将近半个多时辰 然后一排排宫女啊 把侯符送来了 底贤站在外边大声喊着 流金黑莽绣云浮道 八玉万宝如意腰带道 麒麟挂玉长靴道 盘龙王玉道 山河玉勉道 一件件服饰送至面前 这些可都是礼部啊 特别定制的 每一件那都是数百工匠 纯手工制作 嵌满了各类宝石 既显大器又不显俗器 侯爷 侯府已到 您可以出狱更换了 始终许清潇依旧 还在思考 他那成生的中心思想呢 听到这话才回过神来 让众人离去 毕竟更换衣物之类的 许清潇到现在啊 还不适应让别人伺候自己 丑时衣服换好了 这一刻一股 油然而生的气势形成 之前的许清潇瓦 一直都是一身素衣 充满着儒雅之气 如今这侯服穿上 整个人呢 多出一股霸气 一股上位者的气势 不能说换了个人 而是啊 多了一份尊贵 让人真正敬畏的尊贵 王者气势 宫内的宫女太监们 也纷纷露出惊讶之色 内心也不由产生敬畏之心 当然许清潇的英俊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反而给人看起来 更成熟稳重了 到了某时 随着一道钟声响起 传至整个大魏京都 封侯大典 选在皇宫正门之外 有一条主道 此时早已聚集无数百姓 许多人一夜都未睡 就是想要亲眼目睹这一盛况 而许清潇也被安排至密道 到时候安排啊 他从东之门出现 一步一步走到宫门 宫门大开 便上寿风侯爵 其实这就是走个过场 让天下百姓都看到 某时三刻 随着一束光芒自宫廷 积涉天穷 天穷忽然骤亮 下一刻 红亮无比的声音响起 册风大典 开始 当这道声音响起 礼乐之声响彻京都 主干道两旁啊 所有街道那是人山人海 老百姓们无比激动与兴奋 天子军也分裂两旁维护秩序 同时这也是肃立形象啊 东之门 许京骄缓缓缓出现 身后跟随着五百名宫女 五百名太监 撒花奏乐 册风大典开始了 然而就在此时 天牢之中 一道身影显得无比惊慌失措 连滚带爬朝刑部跑去 口中一直喃喃着 张如自尽了 这老头跌跌撞撞 整个人的脸上都没了血色了 张宁死了 堂堂文公大如死在天牢 而且是上吊自尽了 更主要的是 在墙上一写 写了个冤字 这可是大事啊 天大的事 这可比杀儒还可怕 一位大儒你杀他可以 你骂他可以 功过自有后来人评价 而一位大儒含冤入狱自尽身亡 这次大卫可真要闹出大事来 一位大儒在狱内自尽了 大卫读书人第六百零九集 大卫文公已经密室之中 淡然冷漠之声缓缓响起 啊 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了吗 随着此人开口 很快回应声出现 回方如 已经通知各地书院学生 京都内有三十万读书人 京都之外 差不多有二十万 万师俱备 只欠东风 通知下去 待时机成熟 今日 必将徐清潇弹劾下来 哪怕一身训我如道 也在所不惜 后者当下点头 随后离开了这间密室 待后者离去 声音在起 曹如 我等当真需要花费 如此代价 针对一个徐清潇吗 啊 并非是针对徐清潇 而是 为我文功造势 徐清潇 不过是这场算计之中的 棋子罢了 一枚 可怜 而无助的棋子 可万一 他能成圣 对我等来说 成圣 方如啊 你也太看得起 他徐清潇了 他的确 有成圣之姿 但可惜的是啊 今日我等 便要废他如身 毁他如意 祝他如心 倒不是看不起 徐清潇 而是今日过后 徐清潇就会被 诸如心 毁如意 废如身 此言一说 后者略显沉默 倘若没有 诸他如意 怎么办 这不可能 今日 借诸圣一脉 借天下独书人之 浩然正气 诸区区一味大儒之心 还是绰绰有余 如若不是为了造势 也无需动用这股力量 再者 即便是今日有女帝保他 他之如道 也将彻底崩溃 哪怕退一万步来说 许清潇 当真能挺过这关 那又如何 大卫文公啊 我等又不是没有准备后手 不管如何 不要耽误大计 此计可助我文公 再造圣人 说完此话 方如离去 而密室之中 也显得无比安静 却说大卫宫中 女帝正在大殿内 等待许清潇完成仪式 当大门打开之时 她将会走出去 被许清潇加冕 但此时此刻 一名太监 跪在女帝面前 陛下 根据司礼舰暗中调查 大卫京都 有入大量各地读书人 而且近几日时常聚集 不知密探何事 此外 也有不少读书人 聚集大卫京都 行尽可疑 各方探子回信 好像牵扯许侯爷 龙语之上 女帝看着奏折 神色沉默无比 陛下 下一刻 殿外匆匆又走来一个太监 进 女帝面无表情 太监哪从殿外走进殿内 急急忙忙跪在地上 陛下 天牢出事了 张宁张大儒 自尽了 太监声音带着颤抖 一刹那间 女帝目光中露出惊恶之色 自尽 女帝万万没想到 张宁会自尽 她想到很多种可能 就是没想到 为了找许清潇的麻烦 他们竟然会选择让张宁赴死 这还真是不择手段啊 看来是血海深仇 张宁自尽 借天下读书人之事 想要压制许清潇吗 女帝也明白彭如的谋划了 这个计谋当真是毒辣 许清潇最擅长的是戒士 而彭如今日也是戒士 不过她知道 许清潇有圣恩眷顾 自然而然不敢惊动圣御 死去的人不去惊扰 惊动的是天下的毒输人 如若当真这般 对许清潇来说 的确是个致命打击啊 大电龙椅上 女帝思绪飞快 她在为许清潇啊 想办法 如何解救啊 大电之外 东直门 许清潇一步步朝 皇宫门外走去 她身着猴袍 威武不凡 龙行虎步气宇轩昂 许多女子的目光 落在许清潇身上 几乎我都挪不开了 而大多数男子 看着许清潇 也产生莫名的羡慕 男儿当如此啊 封王败相 尤其的许清潇还是一位大儒 文武双全啊 这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人生巅峰 侯爷止步 许清潇前方出现了一位老太监 将手里的圣旨展开了 陛下赵约 许爱卿为大卫公骨之臣 今日封侯三问三答 问许爱卿能否忠君爱国 封侯大典无比隆重 同时承许繁琐 这三问三答 其实啊 就相当于宣誓 许清潇淡然开口 臣此生忠于明君 信念大卫苍生 忠君爱国没问题 但是我必须得忠于明君 而非昏君 爱国也行 但我信念的是大卫苍生 爱的是百姓 这读书人说话就是有水平 诸位国公与列侯 竟然感慨 对比之下 当年他们那 册封王侯的时候 没什么文化 同样的程序 问能否忠君爱国 他们回答就一个字 能 拜 太监的声音又起 下一刻 两排将士 以及大卫百姓 纷纷朝许清潇一拜 不过人群当中 可有不少人没动 站在那沉默不语 读书人 许清潇眼角余光 扫视一番 可不是一个两个读书人 是许多读书人 他们甚至连手都没抬一下 许清潇知道 麻烦要来了 只不过他没有任何神色表情 依旧朝前而行 走到一半 太监再次开口 第二问响起 许清潇啊 回答过后继续朝前而行 直到了宫殿之下 第三问响起 许清潇依旧平静所答 所有问答 无非就是能不能忠臣国家 忠臣百姓 为大卫安前马后等等吧 许清潇的回答 全部核心 也都围绕着百姓 句句不理百姓啊 三问三答完毕 请平乱侯入宫 受陛下加冕 大卫读书人 第六百一十集 宫门环环打开 一时间百月齐奏 忠音阵阵 显得庄重无比 许清潇一步一步在前边行走 所有宫女太监止步 百姓们透过巨大宫门 看着里边的盛况 现在可就剩下最后一个环节了 陛下加冕 待许清潇啊 走到宫门后 一个太监端着王冠 一步一步朝前边走来 一直走到许清潇面前 下一刻 女帝出现在众人事业之中 私里见太监声音再度响起 当下所有宫女太监 包括围官百姓纷纷跪道 声音洪亮整齐话一 但依旧有些读书人只是拱了拱手 他们并未跪拜 身为读书人呢 也有这个权利 只是这种场合 跪拜是种尊重 很显然这些人带着不同目的来 有人察觉出异样 但沉默不语 而就在此时 关着王冕的太监 压着声音说了一句 侯爷 陛下口御 张宁自尽天牢 小心 许清潇低着头 闻眼脸色就微微一变 只是很快恢复了平静 心中却掀起了净桃海狼了 张宁自尽天牢 许清潇还真没想到 彭如的手段竟然是这个 让张宁死在天牢之中 说是自尽 许清潇打死都不信 张宁是愿意自尽的人吗 再说他何时不死 非得赶在自己受风之死 这背后肯定离不开彭如授意 好啊 知道他彭如心狠手辣 可没想到竟如此这般 宁可牺牲一位大儒 就是为了借助读书人之事 想要打压自己 这算计当真是阴险毒辣 当真是狠 这几日许清潇也猜想过 这彭如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自己 他想过很多种可能 但发现意义都不大 彭如唯一能攻击自己的借口啊 也就是杀降图成 不过此事已经啊 盖棺定论 拿这个做文章意义也不大 所以许清潇一直想不明白 他会使用什么手段呢 甚至许清潇想过 彭如可能会再次拿修炼艺术 这一点来抨击自己 可自己去文公自正 你拿这个来说也没用啊 现在天下人都相信自己 没修炼过艺术 所以啊 艺术也找不了自己的麻烦 没想到彭如让张宁死在天牢了 一位大儒含冤入狱 最终自进大牢 这要是没个解释 没个说法 那这事啊 可以流传千古了 毕竟在世人眼中 生命是最宝贵的 而大儒则是最为正直之人 没人会觉着儒生品行败坏 更何况世尊大儒啊 而大儒生死含冤入狱 你说这一点能不激起 天下读书人的怨恨吗 不明真相的人只怕 第一反应就是 如果不是含冤受辱 堂堂一个大儒 怎么会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反抗 人死为大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啊 大部分的人都会下意识 可怜弱势群体 尤其是人死了 你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啊 上微博上看过去 每天呢 有都是这种消息 很多人呢 网顾事实 根本不去了解事情 经过和真相 一窝蜂的 就跟着开始带节奏 许清潇可以想象得到 待会儿将是一场 何等的血雨腥风的 网爆直播现场 不过想想也是啊 张宁多的岁数了 早死晚死区别不大 而且张宁多恨自己啊 多憎恶自己 如果以他的死 把自己拉下水 相信张宁也愿意 这是一场危机 极大危机 许清潇面无表情 可内心当中 一直在思索 以应对之法 就在此时 一阵淡淡香气传来 女帝来了 绝美的面容 露出无比平静之色 目光带着平静 也带着一丝坚定 仿佛在告诉自己 这件事 她有解决办法 感受到女帝的想法 许清潇不再多想 接受加冕 陛下诏曰 武昌元年 大魏遭遇一族国 叛乱之祸 大魏护布侍郎 许清潇 临危受命 统御六部指挥战局 一日除翻 三日灭唐 立挽狂澜 平挽一族 战功赫赫 威名四海 今日册封 大魏护布侍郎 许清潇 唯大魏平乱侯 世袭网替 受万民朝拜 钦此 从以后外人乱侯 大魏百姓纷纷跪倒 朝着许清潇磕头 心甘情愿地臣服 不仅仅是因为 许清潇是位侯爷了 而是许清潇 这一年多来的所作所为 每一件事都历历在目啊 大儒不公 怒对大儒 刑部打压 大闹刑部 君王有罪 请圣意斩王 藩王坑害 血洗藩商 太平师会 师承千古 文公自正 圣人朝拜 藩帮脱离 平乱一族 一日入品 一月明义 三月立言 六月成儒 这些事情 一件件一桩桩 老百姓可都看在眼里呢 许清潇配得上这个侯卫 甚至许清潇啊 说封他一个大卫 平乱王 老百姓都愿意 女帝将玉免拿起 而后许清潇 缓缓弯腰 朝拜女帝 下一刻 女帝将玉免 为许清潇带上 女帝的内心 有些说不出来的异样 她为许清潇 竖发带官之后 缓缓开口 平乱和 你为大卫 立下如此功劳 这 可寻你一个心愿 女帝望着 许清潇英俊无比的面容 声音平静 但这道声音 却传遍了大卫京都 她突然开口 也让众人十分好奇啊 因为这封王 庆典之上 没这个环节啊 一般来说呀 加冕结束就彻底结束了 然后宫内宫外 一片欢喜 设宴群臣 可没想到女帝竟然呢 许诺许清潇许个心愿 这就让人有些好奇了 但大家更好奇的是 许清潇会选择什么心愿呢 看着女帝绝美面容 许清潇也好奇 思索一番 许清潇朝女帝一拜 臣 倒没有什么心愿 只是 臣有一事相求 许清潇的声音 也传遍京都 平乱侯直说 此番平乱之战 并非臣一人之功务 乃是大魏朝廷 六部尚书 文武百官 边官将士 还有大魏百姓的功务 这份功劳 臣不敢独揽 也算不上头功 臣认为 真正的头功 乃是我大魏的百姓 如若没有百姓支持 此战 臣无论如何也赢不了 所以臣希望 陛下开恩 免我大魏百姓 三年良朔